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台湾走透透 但是最近有许多谈到日本鬼怪热门作品 像是走速回站 或者是我很推很推的黑暗机会 刚好他们的场景多于日本的东京 于是乎 今天咱们下水道团队邀请各位一起坐上飞机 来到东京进行当地的景点灵异探访哦 去年人山人海的旅游圣地 也怨倦了一千不变的观光区域吗 不如参考一下今天的灵异景点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希哥 这是今天要带大家去参观旅游的鬼灵界点 东京五大灵异景点 旧游圆水门 又因水门的颜色为赤红色 又被人称作赤水门 位于东京都北区赤茅武帝木 1924年的时候 由于该地区只要遭逢大雨 荒川的水量就会倍增 因而导致附近地区淹水 所以才在这里建立水门 目前由于新水门的建立 因此旧水门被当作了文化遗产 而保留了下来 旧水门附近的风景优美 早晨的时候有许多人会请来这里散步或野餐 但一旦到了半夜 这里便会成为一个充斥着灵异传说的诡异景点 由于在荒川上跳而自尽 或是因丧力而顺流冲下的遗体 都会随波逐流地来到旧水门这里 所以其实过这水闸处 时常能看到被卡住的浮湿 久而久之 这里便开始流传出许多灵异故事 像是有人会在生日的时候 看见人类的四肢漂浮在河川上 但保险后却没有找任何尸体 或者有人会远远地去看到 桥上站着一位女性 直接从水门上跳进河里 但却没有发出落水的声音 或者是看到落水的波纹 而日本当地有许多YouTuber亲自前往探险 或多少都在那里遇下了恐怖的灵异事件 在东京都板角区高岛三丁木那里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团地 叫做高岛平团地 所谓的团地 就是指太阳星舰的密集廉价住宅 于1972年建成 九龙方便 可容纳上万人 且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高楼建筑 因此城市日本示范住宅的典范 但这里却是一个 与青木原树还齐名的紫杀圣地 在完全自打手车一书中 就提到这个高岛平团地 而先前在会员频道里 聊过的凶宅室社员松原田罗 也曾在节目上提到过这个地方 或许是因为楼层太高 跳下去必死无疑 从1997年4月开始 一宗父子三人跳楼自尽的新闻 登上版面后 就像是传染病一般 并且的海啸般的自杀潮流 从一开始的一年几个 后来增加到平均一个月 有三人跳楼 前后人数得到133人 当当地住户头痛不已的同时 也对于那些亡魂感到畏惧 于是请来了当地神兽的神助 进行大楼进化的动作 而政府也在每栋楼的楼层 加装围栏 导致现今的高岛平团地 看上去 玩若一座座监狱一般 然而非常讽刺的是 虽然围栏的出现 导致跳楼事件迅速降低 但反正据真的 是一起起利用围栏上吊的 自杀事件 曾经有知乎表示 当时他就住在高岛平团地 那时候已经假装围栏了 但有时候还是会从眼角处 撇进楼墙外高速下降的物体 然而前去取认时 一楼的地板却什么也没有 千多股隧道 是恐怖游戏 灵异节目 探练片道等时常出现的地方 常年稳居日本灵异地点排行榜上 各种原因 就在于这座隧道的头上 顶着一个自江户时代 就存在的墓园 这座墓园 名叫仙塑苑 是当年德传家康一族 出资新建而成的寺院 而在1964年 轮到日本第一次举办世界奥运 为了这样的国际盛事 官方大新图目 进行了许多工程建造 其中一项 就是必须在千度谷隧道这个地方 开通一条隧道出来 但仙塑苑的存在 让政府陷入了两难之境 最终他们决定 刚才直接在仙塑苑下方 打出一条隧道 却因为这样的地理背景 导致这里的灵异怪坛 存储不穷 有人说千度谷隧道 打扰了死者安宁 因此当汽车通过时 车窗上会莫名出现手掌印 或者上那间 满身鲜血的女鬼 会从速度上方落下 趴在倒风玻璃上 紧听驾驶 就算撇开这些灵异怪坛 又是哪天出现了地震的意外 让前渡谷隧道出现破损 导致上方沉睡 百年的尸骨落下 想必那也会是 十分害人的画面 东京都包王子市 原包王子丁三地墓 这里有一座包王子城基 是目前日本灵异地点排行榜的第一名 四座城池于1587年建立 北条市罩是当时的城主 坐拥关东的一方势力 然而在1590年 几月24日 城池被封城军攻打 城里的驻军与百姓 加起来只有3000人 面对封城军的15000人 不到一天就被全面攻破 而封城军为了打击 后续北条军的士气 于是将俘虏的妇女 推到前线 对着北条军将他们斩首示众 看到此况的妇女们 为了不成为奋战士兵的绊脚石 于是在某日深夜 纷纷来到玉主殿的瀑布旁自吻 并一个一个跳下瀑布 冷熟之多 甚至让瀑布因此染红三天三夜 等到战事结束 降临此地的德川家康 或许是畏惧王魂的报复 于是决定废弃宝王子城 而自江户时代开始 这里便时常传出 看到女鬼 武士幽灵 或者凭空漂浮的人头 曾经有阴阳眼的网友 跟着朋友一起来到八王子城旅游 当他们走到瀑布的位置时 其他人都脱下鞋子 钻脚泡在冰凉的水里消暑 但唯一度网友 一言不发地站在旁边 四夜不肯靠近瀑布 直到一行人返回时 他才跟其他人说 自己不愿靠近的原因 当时他看到原本清澈的水流 却在转眼间变得血红 血水里面不觉得冲刷在每个人脚上 而当他们呼喊网友一起来泡酒时 血红的水里突然伸出许多手臂 一个一个攀上他们的身体 看上去似乎要将他们拖下去 而当天晚上 其中一人便发现自己的身上 有许多莫名出现的长印瘀青 旧吹葬隧道位于东京都青梅市 事实上这里先后建立了三条隧道 一条是目前最新汽车可以通行的新垂上隧道 一条是已经禁止汽车通行 但是依然可以步行前往的旧垂上隧道 一条则是洞口被撤离封死的旧旧垂上隧道 旧垂上隧道建立于1953年 通常是日本当地属于122的恐怖地点 许多电视台或灵异探险频道 都会来到这里取材 全长245公尺的隧道 沿路竟是阴湿的情况 寒风则会从隧道口阵阵吹来 让人们不寒而栗 在这里有两个独自传说最知名 一个是当年隧道尚未关闭时 曾经有位老夫人行作于此 然而由于隧道内的灯光昏暗 同时间入境此处的卡车司机 也因为疲惫而一时涣散 最终老夫人被卡车高速年过 身体立刻断开 最快被强大的冲击力碰在墙面上 至今都还能看到残留的痕迹 另一个则是隧道附近原本有一户人家 他们的职责便是打扫 与维护就垂上隧道 但某天他们贼心大气 偷偷拆掉了隧道的水晶盖子 用来修补自己房屋的漏洞 此举被同样住在附近的男人目睹 不知何缘故 男人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愤恨 于是拿起柴刀 闯入他们的家中 极其残忍地将所有人砍死 一家人当中 唯独最小女儿成功逃出家门 她跌跌撞撞地跑向就垂上隧道 身上的痛楚 以及身后逐渐接近的脚步声 让年幼的她承受莫大恐惧 最终在隧道的尽头处 女孩被男人抓住 一刀直接斩落头颅 死前的尖叫声在隧道里缭绕不绝 前来这里探险的人们 几乎都遇上了灵异事件 沿途拍摄的影片和照片 也高几率会出现离异现象 最后吹上隧道的诡异传闻 越传越开 最终成为了日本人心中的恐怖离异景点 希望大家也喜欢今天希哥导致的今天安排 不知道各位旅客是否玩得快乐呢 如果可以的话 欢迎到大家下方留言 关于今日旅游内容的看法 喜欢的链可以投个超级感谢 那对她说是很大鼓励哦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别忘了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 各位希哥 我们下次见